高低品贝踢缩金 那么在这里的量柱十军七军子 高低品贝踢缩金 常态变态要分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从上往下三一位为强 从下往上三一位衰弱 他叫上三一 他叫下三一 量价平衡 方位正常 好量价柱七军 最高的价位 十顶的价位 上三一位 二一位 下三一位 十底的价位 最低的价位 比如我们看 在这一段下来 大家看在这两根量柱 它们就是平量柱 就是平量柱 好这里就是一个背量柱 对 第一个背量柱 往往具有试探性 第一个小背扬 不要介入 那么到了下面来看 这就是低量柱 低量柱 一出现 加上我们的背量柱 这低量柱刚才和大家说了 高低品倍 它是底线于底气的温度计 加上实力于雄心的温度计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背量柱来了 好 那么如何生成我们的王牌柱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把它先把它在这里搞清楚 好 零号呢 一定要记住 这是平量柱 这是踢量柱 一组踢量柱 叫大家看 这里是缩量 手跌缩量 是低开低走 可能有大跌 但是它是缩量三一 再缩三一 等于缩了二一 这就是我们的啊 缩量三一 缩量三一 接着呢 再来看一下 一定要立体看盘 量价合一 以量看价 以价看量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看到价柱 你就要想到量柱 看到这根价柱 你就要想到这个量柱 看到量柱 你就要想到我们的价柱 看到我们的量柱 就要想到我们的价柱 一定要立体看盘 量价合一 以量看价 以价看量 以阳比阴 以阴比阳 这就叫阴阳动态 一定要立体的 好吧 那这里和大家讲过了啊 比如 在这一段 是它的什么位呢 这里呢 就是它的最高价 看到没有 这就是它的 十顶价格 就是它的收盘价 这是它的上三一位 这是它的二一位 这是它的实底价格 最低的虚底 是它的最低价 也就分为了 七个价位 就分成了七个价位 一定要记住 从上往下看 三一位不破为强 从下往上看 不过上下三一 就伪弱 不过它的下三一位 就伪弱 不过二一 鬼门关 不过它的二一位 就是一个鬼门关 好 这是我们的量柱十军 七军指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高低品贝提缩金 关键的量柱 生成 关键的量线 记住这一点 一定是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你比如 在这里呢 你看 它是个缩量柱 它是个远衰 那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这是和大家大约 要在这里了解一下 七根量柱 七个君子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 王牌柱新解 王牌柱新解 以将军柱 黄金柱的定性标准 首先 看一下一个将军柱的图例 首先 你找到一根基柱 大家记住 我说的是基柱 基柱后三日 基柱的后三日 基柱的后三日 不在其十顶之上 记住了这个标准没有 这个标准 就怎么定性 基柱的实领 后三日 不在其基柱实领线上 它叫将军柱 基柱的实领线 我给大家标的很清楚 这是基柱 基柱后三日 不在基柱的实领之上 它叫将军柱 前提是 不能破基柱的实领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基柱的实领 它就叫将军柱 那么它也是将军柱 它后三日 没有站在基柱的实领上方 它没有破这根基柱的实领线 它就是将军柱 一一线定前坑 线上是将军 线下 线上是黄金 线下是将军 将军柱的标准 记住了 线下是将军 三日定性 看三天 基柱后面看三天 那基柱后 三日收盘价 不破基柱的实底 或虚底 它就叫将军柱 好 将军柱的体图里 和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黄金柱 以基柱的实领 划出一条线 一二三 三日 大家看一下 三天 它是不是第三天 也站在基柱的实领上方 那它就叫黄金柱 就以这根基柱划线 这是基柱 以基柱的实领 划出一条水平线 后三日 在基柱的实领上方 它就是我们要的黄金柱 你看 这也是基柱 实领的上方 只要后三日 第三日 看到没有 阴阳阳 它就走墙 它第三日 站在了基柱的上方 大家说 它是不是黄金柱了 好不好理解 同样 是以基柱 后三日定性 三日定性 看三天 看三天 那么这里就有个要求 三日定性 一线定乾坤 线上是黄金 线下是将军 三日以内为合力 三日外出黄金或将军的为接力 好这是将军柱和黄金柱的定性标准 好 再来看 元帅柱和英元帅的定性标准 那么注意 那么注意 它是一根基柱 是不是一根基柱 以基柱的实锦 化现 三日在其之上 它本来是黄金 大家说对不对 好理解吧 好不好理解 它的后面三天 是不是黄金柱 那么出现了一个零号跳空 零号跳空先者优先 他就可以成帅 他先者优先 他就可以成帅 最好的 一定要注意了 他的后面出合力 也就是他的基柱后面 三日在基柱实锦的上方 合力黄金 不破底 为合力将军柱 这是元帅柱的图例 好理解吧 好 一样的道理 零号跳空 跳空不补 虚补不算补 在这里有一个虚补的动作 虚补是不算补的 元帅柱的标准 跳空不补 先者优先 三日定性 后三日收盘价 在基柱实锦之上 零号跳空 缺口 没有实补 虚补不算补 跳空柱形成王牌柱 前一日才能升级为元帅柱 记住了 我给大家在这里注意了 跳空柱形成王牌柱 明白吗 也就是在这个 他形成王牌柱之后 先者优先 他成帅 我们现在只跟他说 是跳空不补 他一旦成为 合力王牌柱 前一日才能升级为元帅柱 这很清楚了 一样的道理 这里就是虚补不算补 这是虚补 如果出现了有一个动作 就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实际的 把这个补了 大家说他还是不是元帅 那他就是跳空补空了 他已经实补了 这是虚补啊 他出现了一个下影线 也叫腿 这叫虚补不算补 如果出现了实补就不叫元帅了 好 这是一个确认 好 那么阴元帅的标准 阴元帅的土力 首先是这一根阴柱 看到没有 是有一根阴柱 一不管他是假阴 还是精阴 他的第二天出现一个跳空 出现跳空以后 跳空补补 昨日收盘价及真理 哎 跳空不补 这个昨日收盘价 即真理 那 最好的建构 是一定要他出合力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他成为基柱 成合力王牌 他先者优先 可以成帅 那这就是阴元帅的定性标准 好 这一点要搞清楚啊 我在现在和大家说的很清楚 阴元帅的后面 他必须成为 合力 王牌 不然 一律 用真理 一律 把它定为真理 我强调了两次了啊 强调两次 好 那么就来看 英元帅的标准 跳空不补 先者优先 三日定性 基柱后 一日 零号开盘 很简单了啊 这是基柱 基柱后的一日 零号开盘 后三日收盘价 不破基柱的实力 跳空缺口 没有实补 虚补 不算补 大家看 他是不是虚补 他是不是虚补 他虚补就不算补 其后 必须跟紧 跟上一个 合力王牌 否则 只能作为 真理看待 否则 他不跟王牌 不跟合力王牌 他只能作为 真理看待 好 这是一个啊 所以所有的 都是三日定性 先者优先 跳空 不补 才能成帅 那么 这里的此图例 未包含 完整的王牌图例 接在说明 元帅 因元帅 升级的标准 具体股票 王牌定性 需要根据 先者优先 跳空不补的原则 进行王牌升级 好 这是一个图例 看清楚没有 重点的是看基柱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先找好基柱是关键 然后我们再用完整的股票 个股 来看 好 这是王牌图心结 很简单 很简单 好 接着来来看 王牌图心结 量性的强弱判别 三不再高 有先则灵 柱不再高 含金则利 王牌柱不再与其高低红率 而再与其能否独挡一面 再与其能否支撑走势 比如这是一个基柱最好的建构 阳阳阳 量性走强 第二种 基柱后阳阴阳比较好 这里是阴阳阳 阴阳阳 这是几柱 基柱后是阴阴阳 要记住了 量性逐步走强的 阳阳阳 阳阴阳 阴阳阳 阴阴阳 而量性走弱的是 阳阳阴 阳阴阴 阴阳阴 阴阴阴 阴阴 再好的王牌也没有用 量性逐步走弱 好 记住了 量性的升华 决定了这根王牌的质量 量性好 逐步走强 它 这根王牌 有用 一定记住了量性 好 那么再看架柱上面 是什么 基柱 它是一个 中小大 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很好 那这里呢 你看 中 中 小 这里是一个中 比较好 那么在这里呢 架柱实体 我们叫判性 那 叉叉大 叉叉大 叉叉中 叉叉小 大家说它好不好 那就要走弱 那 架柱实体 判量性 叉叉小 量性 叉叉 叉叉小 量性 叉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量柱的关键在于量性的飞行 首先呢 有封顶线 封顶线是左边有封顶 那么我这个王牌柱 大家看一下 这是封顶线 我这个上去之后不破 是不是要过顶起柱 是不是过顶起柱 那么一旦成了过顶的黄金柱 大家说它好不好 叫过顶起柱 那这里是凹口平衡线 叫凹口起柱 也就是占我凹口平衡线 成为黄金或中大阳力 是不是更好 也好 所以量性好的王牌柱 才是我们需要的王牌柱 否则实体再大 定性再高 也名不 它是一个名不 符实力 那么谷底线 那就是阶段性的底部 那它就会出现 触底起柱 量性走弱 如次日不转墙 必然向下寻找量性好的王牌 来做支撑 量性走弱 实战中应降级处理 这里 比如 这里就是一个现场之别 整理的一个平台 叫平台起柱 如阳阳阴 造黄金 好 这记住了啊 量价结合分析 量柱是根 价柱是云 一定是 记住量价合一 立体看盘 好 那么看一下 各股王牌定性的案例 将军柱 一线定乾坤 三日不破其实底 为将军 黄金柱 一线定乾坤 三日在其实底之上 为黄金 元帅柱 跳空不补 须补不算补 先者优先 跳空柱 为王牌柱 其前一日 升级为 元帅柱 我这里和大家把这句话写得很清楚了 一元帅 阴柱之后 跳空 三日不补空 紧跟王牌柱 也三日之内为合力 三日之外为接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大家看一下这只股票呢 首先 来看一下 在这一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有个跳空 是不是有个跳空 基柱后三日 在其实顶之上 跳空不补 先者优先 它是不是可以成算 好 那么它的后面 紧跟一个 一二三 是不是紧跟着一个合力的黄金柱 好 那到了左边 是不是大英石顶平衡线 到了主车四围 最近的 它是不是变小了 看它架住的实体 是不是变小了 架住的实体是变小了 变小之后 OK 它就要跌 它一吨 大家看到没有 一吨 它就来到了 我们的元帅柱 和我们的工坊线 长阴短柱 接着 注意了 接着后面一跳空 极阴次阳过二一 极阴次阳盖阴顶 缩量或平量 盖全阴 大家说 它是不是黄金线上 阳盖阴 是不是黄金线上阳盖阴了 黄金线上阳盖阴了 一个零号 加一个零号 好 再加一个零号 一二三 它是不是反复 没有补空 它是不是可以预判 为阴元帅了 那么它就成为了阴元帅 尖 真底 好 那么它在后面 来了一个合力 第二日就跟了一个合力的 远帅柱 阳阳阴 请问 它是不是要下来了 阳 阳阳阴 无论它在这一天怎么长 它都要下来 造黄金 造风顶线 造大阴师顶平衡线 记住了 阳阳阴 无论它的后面 这一天怎么长 它都会下来 造黄金 你不要看见 这一天 它也要下来 为什么 它的后面 已经出现了 阳阴 大家说 是不是要走路 再加上阴阳阴 是不是最不好的建构了 大家看一下 刚才学了量性 阴阳阴 是不好了 它就下来 造 那么只要不破 这一根王牌柱 大家想一想 它是不是属于 下来打结 是不是要打结 一定要注意 它在下来打结 好 我们不管它打不打结 首先 你在这里 是不是有一条 进阶了 有没有一条进阶 有没有一条进阶了 这里 就会形成第二级进阶 这里就会形成第二级进阶 你看 它回踩 是 来了一个 长阴短柱 没有跌破 跳空 补空 对吧 是不是没有破 接着 次阳 过二一 回踩 补破 接着再回踩 补破 问一下 它是不是真底太高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需要找到 我们需要找到 三个 王牌柱 注意 这是一个王牌柱 这是一个王牌柱 这是一个真底 那如果发现了真底太高 相不相当于金阶太高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里能不能做成黄 来 我现在问大家 我们互动一下 这一个能不能成元帅 它能不能成元帅 好 那么我刚才和大家讲过 它之所以不能成帅 是因为它后面这一天 没有成王牌 那它没有成王牌 我们大家只能把它当作真底来用 只能把它当作真底来用 它不是王牌柱 它叫三日不破 其真底 叫真底抬高 没有合力 叫真底不破 双呢 平底不破 双羊入货 请问它是不是第二个双羊啊 平底不破 双羊入货 这就是你看 它是次羊过了二一位 第一个羊 第二个羊是双羊入货 是不是盖了阴的施灵呢 是不是盖了阴的施灵 它只是真底 而不是王牌 但是 我给大家讲的课程 大家要记住了 王牌一个 真底兼王牌 加上真底抬高 如同 金阶 抬高 大家说 它是不是三个王牌柱 兼 三级金阶 它就是三个王牌 加三级金阶 等于三级飞跃 那么 再来看 它只要能够成为 黄金柱 阴阳阳 量性 走强 大家说 飞 还是不飞 成为黄金柱 阴阳阳 量性 走强 那记住了 阴阳阳 量性 走强 缩量 次阳 盖全阴 它成为了 黄金柱 也就是三级 也就是三级台阶 三级飞跃 好 这里 搞清楚了没有 重点呢 这里有一个王牌 一个真底兼元帅 加上真底黄金 是不是三个王牌 三个真底 三级金阶 那它就会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怎么定义一个王牌 非常重要 只有它量性走强 阴阳阳 量性走强 来了三个王牌 三级金阶 OK 它就可以上 好 这是个股王牌 定义性的案例 它后面 直接来了两个掌停板 好 再来看 我们看一下 A D A D 1 A柱 D柱 E柱 跳空柱 其后的跳空柱 不是王牌柱 请问它能不能升级为远帅柱 看一下 A柱的后面 是不是没有合力 它只能是真底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这个A柱只能是真底 那么接着真底抬高 看到没有 真底抬高 零号跳空 在真顶 在它的十顶之上跳空 那么 这个掌停板 大家记住了 1 2 3 是不是先者优先 你看 先者优先 他是不是成帅了 他是不是成帅了 笔柱 笔柱其后跳空柱为王牌柱 根据先者优先 跳空不补的原理 升级为远帅柱 好 这是笔柱 接着呢 你看 这里 掌停板 三日不破其十底 不破靠山 不破靠山 大家看一看 他是不是升级为了 合力将军柱 那么根据先者优先的道理 他就成帅了 好 这就成帅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 他的后面 1 2 3 跳空首先没有补 接着紧跟一个合力的黄金柱 杨茵茵量性走路 给他降级为黄金 他的后面是否合力 他的后面就合了力 跳空没有补先者优先 他就成为了杨元帅 他就成为了杨元帅 好 这里呢 杨杨茵 这里怎么长都不对 他是不是下来了 看一下 抵住跳空音 未破底 高雨淋陷不撤离 后面 来看一下 三日跳空补了没有 跳空没有补 但是 他的后面 要紧跟一个合力王牌 他的后面是 架柱是大的 后面呢 成为一个小 大 小 要不要看跌 小 大 小 要不要看跌 他就会跌 这里变小了 架柱的实体变小 他就要跌 好 他一跌 大家看 他一跌 属于长阴短柱 左侧 有没有底 左侧有底 那么他就只能是 黄金柱的底 他就是黄金柱 明白了吗 而不是元帅了 因为先者优先的 他没有成王牌 所以 他只能是黄金柱 好 长阴短柱 左侧有底 长阴短柱 基因越大越好 左侧 有底 是不是 那就属于 他 撤退 有序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次阳的高度 决定了他反弹的力度 缩量次阳 过二一 请问他就是一个金装 那这就是有底的长阴短柱 第二天 过了二一位 我们就可以来参战了 甲阴真阳 千流 带长 对吧 甲阴真阳啊 他就来了个千流带长 那么 这里的就是他平衡 看到没有 他平衡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算一条金阶 这里算一个金阶 这里算一个金阶 请问这里有几个王牌柱 一个王牌 两个王牌 三个王牌 他的台阶在加大吗 他的台阶在加大吗 他形成的金阶不穿 那他来做王牌 请问金阶不穿 是不是要抬高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他是不是要涨了呢 那他就要涨 那么怎么涨呢 你看他 金是阳 这是个缩量柱 缩量柱之后 三日不破 其 十顶 他是不是黄金柱了 他是不是黄金柱了 而量性是阴阳阳 他就成为了黄金柱 是不是 这个他就成为了黄金 紧跟后面 合力黄金 是不是 接着呢 你看 一二三 合力黄金 明白吗 这里 三日之内 又是合力黄金 那大家说这一段 是不是很好的 是不是好了 好 那么最后呢 和大家说一个 他是背量柱吗 大家看 是不是背量柱 他是不是过风啊 他是不是过顶起柱 他是不是过顶起柱 以基柱的十顶柱 画出一条线 后面只要回踩不破 这一根黄金柱 大家想一想 这个过顶起柱 重不重要 后市无论他怎么跌 他都不破这根 关键的亮柱 生成关键的亮线 这叫过顶起柱 那达成了 金结 是不是 回踩不破 再来呢 横盘 接着呢 你看盖 接着呢 再回踩一级 你看 长腿探底回升 踩的是黄金柱 是过顶起柱的基柱 守时 守住了时 继续 看到没有 下线主守 上线呢 是不是主攻啊 上线是不是主攻啊 上线呢 你看守住 上线 看到没有 上线主攻 守住了 单枪过左锋 单枪过左锋 一过 涨停板 就涨停了 好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的非常详细 这个详细的 为什么 我只给大家画它是黄金柱 因为它是过顶的黄金 其实它也是 对吧 其实是不是它也是 你看 找到这几个就OK了 一个 看到没有 抬高 王牌抬高 对 王牌 抬高 王牌 抬高 对 王牌 抬高 OK了 上 它就形成了像一个向上的楼梯 隔着梯子往上爬 隔着梯子就往上爬 好 这个是一定要就是多看多画 好吧 好 那再看一下 三天做王牌 五天选方向 三天做王牌 五天选方向 体现了阻力的操盘计划 装在闪先 装不动 我不动 核心是跟着阻力走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一阶段 它是不是有一个将军驻刹车 我的箭头锁子是不是有个将军驻刹车 那么我们就应该等待换挡 它只是一个刹车 我们呢 不做刹车做换挡 我们要等待换挡成黄金或远帅 一二三 大家看一下 它三日定性 王牌柱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它跳空了 跳空之后 王牌柱没问题 我们首先给它黄金柱 那如果后三日它能够合力 先者优先 它是不是成帅了 它就成帅了 那它换挡成功了吗 它就是元帅柱换挡 黄金合力 好 这是一个倍量柱的黄金柱 倍量黄金柱 身兼数值 倍量不穿 后面量性走落 是不是量性走落了 量性 你看到这里以后 你看这是一根高量音 是不是 十顶不能站稳 你看 都走落了 量性走落 必然大跌 它就没有办法 怎么办呢 我就故意下蹲 长音短柱 左侧 有底 这个底是什么底 这就是这个黄金柱 伸出来的 一根 光芳有度的 光芳线 叫长音短柱 左侧有底 那么当它左侧有底之后 是一个 它确认 它平衡的建构 也是一个左验证 我们需要右确认 那么怎么确认呢 长音短柱 是属于极音 它属于一个单音 那么次阳要不要高啊 次阳首先要过二一位 是不是要过二一位 那OK了 基因次阳的幅度决定了它的高度 第二天零号一跳空 大家说 是不是可以跟装了 可不可以跟装了 这里是我们参加基训很多期或特训班的同学知道的 叫次阳跟装 跟装 那么稳健者应该怎么办呢 三天做王牌 一二三 它能不能成远帅 真底 是不是没有破 好 接着再来看 在这根合力黄金出现的时候 一天 两天 三天 合力黄金出现 那么在它没有破线 这个时候 它三天做王牌 我们是不是给它一个时间 周期 一二三四 是不是还差一天呢 是不是可以持股待涨 是不是可以持股待涨 也就是说 它打的就是长腿彩线 还是守住了 它的黄金线 长腿彩线之后 它没有补须 那是不是 没有破掉我们的攻防线 这个时间呢 属于时间周期 一二三四 看到没有 攻防线形成 也就是体现阻力的超盘计划 三天五天 三五八天方向选 最强的 最强的是三天 五天 是吧 第八天 也有 这叫 时间周期 也是量学的 三一和二一 好 再记住了啊 所以你看 零号一跳空 大家数一数 一二三四 是不是第五天跳的 它是不是第五天 跳空了 它在第五天 就完成了跳空 大家注意啊 这个 只要有了攻防线 它在此处是 长阴短柱 左侧油底 基因质阳 零号跳空 那就要注意了 方向选 好吧 一说你的股票横盘 三到五天 连个黄金柱都没有 是不是不应该炒股票 那么 它竟然横盘 三到五天 有了黄金柱 我们是不是应该 来炒股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炒股 记住了啊 记住 这个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去 一说炒股好比斗地主 没有王牌 一定输 一定要记住 没有王牌 千万不要干 好 这是三天做王牌 五天选方向 接着再来看一下 量线攻防的基本原理 量柱选股 量线选价 量波选时 量线是以量柱为基础的划线 是在有特殊意义的量柱的关键点位上 生长出来的 有特殊意义的攻防线 是主力 策动进攻 与防守的 重要的价位线 量线的生成 不是随意的 不是为了化线而化线 而是为了寻找庄家或主力的意图 而化线 是为了跟踪庄家或主力的节奏 而化线 化线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死战 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化好一条线 上下两重天 上下两重天 那量线深根的七条经络 叫顶底 平斜 合 金 钩 那 注意 那就是封顶线 谷底线 平衡线 斜衡线 复合线 精准线 和灯塔线 也就是说 我们来注意 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找到关键的量柱 关键的血位 化好一条线 上下两重天 比如 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一个 峰顶 先看这个图 它的左边 是不是有个峰 是不是叫峰顶线 它不过这条峰 这只股票能不能涨 不过左边的这条峰 它就不能涨 好 再下来 追 它就会形成王牌 你看 王牌柱 好 我们来连一下 这个倍量单枪探顶 接着回踩 这里 它就会形成一条太极线 以王牌连王牌 好 以王牌连王牌 这是一个黄金柱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过峰了 过了没有 当它移过 这是第一个小贝阳 是不是第一个小贝阳 第一个小贝阳连线它的实底 对吧 它过峰了 那么后世 是不是在这里保顶 并且沿着此条太极线运行 第一个王牌的实底连一个王牌的实底 经过第三点的确认 是不是经过了第三点的确认 第三点即是又是个贝量柱 是贝量柱 你看最近的最近的贝量 最近的王牌 第一个小贝阳连线 它是不是来那个掌停板 那么注意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精准的 什么线 看 这是不是一个 以基础的实底化线 是一条精准黄金线 与峰顶线重合 大家说 是不是我们需要的 这就叫 复合线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它是顶底互换的进攻线 精准复合黄金线 它是顶底互换的进攻线 好 那这里来 到了此处 就叫谷底线 谷底线 好 这里 就是大阳实底的平衡线 这是个贝量柱的掌停 后面大家看它的贝量 穿了没有 接住的实底柱顶什么装 柴顶就是强装 不穿 大阳实顶 阳盖阴 一路上升 看见没有 是不是一路上升 那问一下大家 就是这一支票 后面 如果不能够有效站稳 这种大阴实底平衡线 能不能这样 所以 好多同学忘闻生意 这就叫高位高价高音 就像刚才吃了猪老羊 叫猪老花 高位高价高音 属于量学的三高 一定不要吃猪老 一定不要吃猪老 真正这一支票 起掌点 大家看一下 掌停板复盘 掌停板过阻风 是对阳盖阴处预报 阳盛阴处介入 黄金线上阳盖阴 逢低介入七神经 上升途中的单枪 不要逃跑 直到就因震惊 这就是光正集团 开板不封 坚决走人 先出后进 先出后观察 什么时候能够干掉他 什么时候再来看 好 这是量线生根的七条经路 那么量线生根的七个血位 真及真底 过夜价长达18.5个小时 依然保持到那个价位 比如 我们收盘都是三点钟 经过了晚上18.5个小时 次日9点半钟开盘 依然保持在这个价位 就叫真底 那为什么叫星期五大家空仓呢 星期五收盘到次日 星期一开盘 大家想一想 他只有18.5个小时吗 他只有18.5个小时吗 所以 叫大家周五一 一进二三出 四进五出 巧安排 空仓旋流 如果你选到了星期一 他还保持在这个价位 大家说 他的真底 可不可靠 他的真底 可不可靠 他的真底 就更加可靠 好 这是真顶 真顶 即 昨日收盘价 昨日收盘价 叫真顶 如果次日 被阴的价住 吃掉三分之一左右 大家看 他就是被阴的价住 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他就要跌了 并且 注意 他被吃掉了 高量的二一位都破了 那真顶破了 他就跌 那高 甲 甲阴真阳 和甲阳真阴 叫真甲辨证 这里 甲阴真阳分为两种 一种是显形的 一种是隐形的 甲阳真阴 凡事不过 昨日价住的二一位置 从日向上 首先看 就是第一 就是第一个 就是甲阳 分时亮波 全天运行在 零轴和人线的下方 尾盘拉伸 也叫甲阳真阴 所以我们应该 真甲辨证 高 特指高量柱 对应的这根价住 高量柱 对应的这根价住 实体大 取实 实体小 则取虚 大 真某一阶段 相对较大的阴柱 和阳柱 简称 大阴 大阳 他 就是大阳 这个掌平板 没有没有 他 就是一个大阴 他是一个跌幅较大的长阴 就叫 就叫我们的大阴 凡事日后 不过其二一位的 就叫鬼门关 都是甲阳 记住了吧 好 那么站下来呢 王 王牌柱 包括江君柱 黄金柱 元帅柱 带大家和大家讲啊 真甲高大 王被封 没有王牌 看 跳空 对 真甲高大 王被封 没有王牌 看 跳 空 就是向上的跳空 大家别把向下的跳空 也把它加进来了 叫向上的领号 而不是向下的领号 被 特质比昨日亮柱 高出一倍左右的 包括小被阳 三被阳和四被阳 风 特质最近的水平方向 最高的那个亮柱 注意了 在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风啊 大家看 这个时候来看 它在此处 是最近的 最高的 它就是风 那么当它到这里来了 大家看 它是不是最高的 它就是最高 它就是风 一定注意 风 特质最近的水平方向 最高的那根亮柱 对应的架柱 就近对比 不要越过 最近的风 一定记住 就近对比 找到距今 最近的 关键穴位 比如 在这里的时候 不过二一 鬼门关 在这里的时候 它是一个假洋精英 但是 它经过了确认 低位的假洋 要把它 看好了 低位的假洋 和高位不一样 它就是高位的 假洋精英 那它一定会跌 低位的假洋精英 只要经过确认 OK 它竟然成了 黄金柱 好 那这里来看 我们来看 它是一个王牌 OK 王牌柱的 十顶和十顶连线 经过这里 第三点确认 看到没有 OK了 连线下来 你看 这是不是一条 太极线 是不是一条 太极线 王牌柱的 十顶 经过他的 十顶确认 经过他的 十顶确认 OK了 彩线 即谈 彩线 即谈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 太极线 那这里呢 就是假音 真阳 假音 假音 这是一个 用肉眼一看 它是一个 显形的假音 它叫假音 真阳 成了一个 倍量柱 它比 左二 量柱 高出一倍 它就叫 倍量柱 好 那这里呢 看 彩线 即谈 好 这里是不是一个 倍量柱的掌停板 叫大洋 倍量柱 它呢 是高量柱 它呢 是假涨量柱 大家说 是不是应该做多了 它就是一个高量柱 你看 第二个板 就是高量柱 高量 不破 假涨量柱 这就是 找到距今 最近的 关键学位 究竟对比 这里是不是 跳空过左风 大家看 最近的风在这里 是不是跳空过的左风 是不是应该干 好 这里就是 量限深根的 七个血位 好 下面呢 和大家都讲了 量限的 基本知识 最关键的 是黄金线的 取点 划线的标准 黄金线的 取点 划线的标准 一定要记住 顺势划线 黄金线 既是 组装 苦心经营的 工坊线 又是 组装 步步为营的 生命线 抓住了 抓住了 主力 庄家的 黄金线 就等于 抓住了 组装的 工坊 路线图 三种 简单的 实战 取点和 划线的 方法和原则 第一 以黄金柱 自身的 石顶 或石底 划线 第二 以黄金柱 后三日 最低的 石底划线 第三 以黄金柱 后三日 最低的 虚底划线 就形成了 三种 取点划线的 标准 一定要记住 顺势划线 顺势划线 那顺其自然 先时后趋 微调抓战机 比如 大家看 注意 它是一个高量柱 也是个倍量柱 对不对 其后 是不是又形成了 高量柱 是不是又形成了 高量柱 那一二三 它是不是高量不破 首先是高量不破 那么它作为基柱 大家说 它是不是黄金柱了 是黄金柱了吧 那么以基柱 后三日最低价的虚底划出黄金线 大家看 它的黄金线破了吗 这就是以基柱 后三日最低价的虚底划线 叫虚底黄金线 守住 彩线 是击打什么呢 守时 击虚 是不是守住了高量柱的实顶线 彩线 才的虚底黄金线 以基柱 后三日的最低价虚底划出黄金线 核心是找好基柱 是不是找好基柱 找好基柱 你就自然会划出攻防线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 找到基柱以后 大家看 那来了以后 一二三 是不是三天了 三天它能不能成黄金柱了 能不能成黄金柱 三日确认 它就能够成黄金柱 但是它的后面是阳阳阴 怎么办呢 阳阳阴怎么办呢 这是它的攻防线 它的基柱是不是它呀 它的基柱就是黄金柱 那么阳阳阴找黄金 那叫以基柱自身的实底划出黄金线 以基柱自身的实底划出黄金线 那阳阳阴找黄金 找到黄金怎么办呢 能不能买阴呢 那金阶确认伏击点 金阶确认伏击点 它在这里确认了吗 没有 是吧 这是一个高量音 次数量三一 零号跳空的假音真阳 接着呢 又是千牛带长跳空不补 接着又来零号跳空 对不对 那一二三 大家看一下跳空不补对吧 那根据我们刚才和大家说的 在这一段 它能不能成算了 一二三 它成为了合力的什么柱 它成为了合力的远帅 它就可以成算了 好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合力的阴元帅是基柱 阳阳阴 它是一个假阳精英 它有没有有效站稳其大阴司令 有没有 假阳 没有站稳最近的水平方向的大阴司令 小 大 小 假住 要不要回调啊 小大小 要不要回调 也就是阴阳阴 早 黄 金 阳阳阴 早 黄 金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看这里 以基柱自身的石顶化线 大家看一下 它到此处有没有跳空补空啊 它是一个增量以一倍的增量音 四日跳空音 未破底 高于沦陷不撤离 黄金线上 阳 盖 阴 是不是 黄金线上 阳 盖 阴 零号 跳空 掌 平板 好 再来看一下 底部建构 在这里 是不是有一级进阶 二级进阶 有了吗 三级进阶 有了吗 一二三 去买单 那 这个华友孤业 大家认为我是瞎说的吗 我叫大家注意华友孤业 是不是我瞎说的呀 是不是量学的标准 这就是量学的标准 OK 单枪 高量单枪 假阴真阳 假阴真阳 价涨量说 折击做多 不出股票 OK 涨停吧 要记住 这里 就是告诉大家 以怎么划线 好 这个划线会划了吧 以接住后三日的虚底划线 以接住后三日的自身的实底划线 以接住自身的实顶划线 取点划线 顺其自然 先时后须 微调抓战机 二 黄金线实装的标准 强装的攻防线 在于其头部 及黄金柱自身的实顶或虚顶 强装踩顶 金装的攻防线 在于其腰部 后三日实底或虚顶 脚装的攻防线 在于其脚部 其黄金柱自身的实底或虚顶 强装踩头 金装踩腰 脚装踩脚 黄金线攻防的基础 是找准黄金柱 黄金柱是金线战法的基础 基础不劳 迟早会劳 在实战中 我们需要找准黄金柱 找到有质量的黄金柱 才能指导实战 黄金柱后三日的走势 决定黄金柱的质量 决定其质量和存亡 当量性走落时 将寻找质量高的金线作为支撑 如阳阳阴 找黄金 黄金线攻防的基础 找准黄金柱 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换好一条线 上下两重天 找准黄金柱 有质量的黄金柱 才是我们需要的黄金柱 好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个质量柱 长平板 属于一个大价柱 其后 质量不穿 是不是质量不穿 那质量不穿 下面是有个跳空 先者优先 它成了远衰 那它呢 是身兼数值 后面 马上出合力 对了吧 那这里 是不是回踩 确认这根高亮柱的石领 回踩 确认以后 就以 他的石领 画出一条水平线 什么时候站稳 一二三 是不是黄金柱了 它是不是黄金柱了 那 缩量柱 缩一倍 称黄金 它是不是站稳了呢 它还要确认一次 为什么 这是一个假洋精英 洋 洋 因 它形式洋 其类质是个因 价柱较小 要不要调整 那它就来那个长阴短柱 左侧 有底 以基柱自身的石底 画出一条黄金线 对不对 以基柱自身的石底 画出一条黄金线 左侧有大洋石底 的要点 等候右侧的确认 长阴短柱 有底则好 基因越大越好 次阳过二一 是不是应该折击来参战 好 稳健者怎么办 等王牌 一二三 它又成为了黄金柱 是不是又成为了黄金柱 大家记住一点问题 在这个当中 这个王牌 这个王牌 和它 是不是接近在一条水平线上 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那它叫刹车 我们选择换挡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我们选择换挡 那它只要站稳其大英石顶回踩不破 就OK了 就要选它 站稳大英石顶回踩不破 OK了 它是不是换挡了 大家看一下 流转乾坤 换挡 换挡之后就看它了 那OK了 它一换挡 注意 它是不是接着合力了 它一合力 左边 是不是我们的顶啊 左边这一段 是不是我们的顶 也就是左锋 它是不是过顶 能不能成过顶黄金柱呢 看三天够了 是不是过顶了 它就成了过顶黄金柱 成了倍量黄金柱 成了身兼术子弹黄金柱 它是不是我们需要的 它就是我们需要的黄金柱 刹车加换挡 来 换挡 加油 此后 只要回调 不破这一根基柱的石顶 也叫过顶黄金柱 你只要以基柱的石顶 划出一条水平线 它就无忧 所以 它无论在这里怎么折腾 你看 彩黄金 宝石顶 是不是上了 它就要上 它就要上了 看到没有 掌定板 这是一个高开低走 主力被动撤退的假银金扬 接着 跳空银 看到没有 然后来了一个数量的过二一 但是呢 你发现它有没有站稳 站稳其架柱的石顶 所以我们同学们 你不要单看 这是一个你们说的反包 过了二一 对吧 高亮柱站法的核心 是站稳石顶为功 是不是要站稳其石顶啊 才功 石顶不能站稳 能不能功呢 石顶不能站稳就不能功 所以它再次下探 好 它又来了一个什么呢 跌停板 属于一个量学的大银 是不是量学的大架柱 和大银大洋 好 你再看一下 左侧再来 跳空银 破底了吗 首先有我们的虚底黄金线 它是过顶的黄金柱 它有虚底黄金线 攻防线没有破 所以它在这里折腾 看到没有 简单来说 它吸筹打压 吸筹 这叫阻力意图了 攻防线不破 零号跳空 架板 亮说 注意 我在这里用的是架板亮说 为什么 这个掌停板 是架板的 过了二一位没有啊 过了这根大银的二一位没有 那它既然敢架板亮说 过二一位 它的目标 就是去石顶拿 大家注意了 第二天是不是零号跳空在阴顶 我们应该 应该干什么呢 上 那它又来了一个大洋 假阴阳 千流带涨 假阴真阳过出风 半后 假阴 那次日不涨 是不是应该 输量一倍啊 是不是应该 输量一倍 那 跳空音 说三一 对应的 刚好是 大音 石鼎 和 掌停板 基音 稍作调整 及上攻 它 是不是一个强装呢 稍作调整 及上攻 它一扬盖音 单枪探顶 上探 下踩 上探 下踩 不破攻防线 不破左侧的 什么 我们后面和大家会讲这一节课啊 就是等一下会讲 它的最低点 向左侧划线 以找到一个将军柱和黄金柱用竖线标注起来 请问 它是不是 左支右撑 是其形态 等候 右侧 杨胜音的行情 等候 什么 坐实 踩稳 十字架 坐实了 下踩 坐实了 与攻防线重合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与我们的攻防线重合了 与攻防线重合 这里就是个上探 侦察兵 下探 也是侦察兵 在这里和大家提一个重点 下探的侦察兵 最好找到元帅 我是悄悄的说的啊 下探的这个侦察兵 最好能够找到元帅 最次要找黄金 不要找将军 那么用理啊 下探 一定要找一个元帅组 好 再记住了啊 那 踩稳十字架 阳盖音 踩稳坐实了十字架 出现了阳盖音 零 不是零号 开在高亮顶 这是过高亮顶 回踩不破 是不是要干什么 他是要掌啊 他就要掌 那 甲音真羊 牵牛带掌 甲音真羊 牵牛带掌 但是 注意了 重复的动作 半后甲音 一个 半后甲音两个 半后甲音三个 但是注意 高位的 就补好了 高位 一直板 第二天 打出这样的 我们就要注意了啊 习惯 证明 它的存在 这个高位 可以先出后观察 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 板后甲音 第二个 比第一个 更可靠 好 这是找准黄金柱 那 再来看一下 找准黄金柱 首先 我和大家说过了 大家一起可以回答一下 它只能是真底 一二三 虽然它跳空 没有补 是不是跳空 没有补 大家看一下这里 一天两天三天 跳空补了没有 跳空 没有补 但是 它没有合力 给它一个真底 没有形成合力 给它一个真底 好 什么时候再来呢 你看 那这一点 一二三 是不是层层的黄金柱 还是依托了这个真底 大家说 是不是这个真底 起到了作用 还是这个真底 起到了作用 所以它出现了 换档 所以真底太高啊 大家要记住了啊 真底太高 所以它出现了一个黄金柱 一二三 这里 小 大 小 量性走路 阳 阳 阴 量性走路 它是不是要下来找黄金呢 那你只要找到这根基柱 找准黄金柱 它下来找到黄金柱 七三六了 它成了一条精准复合黄金线 大家说 是不是我们的买点 就是我们的领界点 找到黄金柱了 好 OK 再来一看 它的量性走路回踩实底 是不是回踩它的实底 再来看一下 一个真底 一个王牌 两个王牌 大家说 是不是三级飞跃 一二三 第三级的时候 它这个微增量的探底 马上出了一个零号的阳盖音 是不是要进来 是不是要进来 OK 阳胜进 小背阳 大胆弱 是用在这里 阳胜进 小背阳 大胆弱 是用在这里的 后面 一二三四五 第六个版不版 你就走 明白没有 高位的假音 你把它当音看 OK 你假音也是音 全部当音看 所以你只要找到了临界点 大家说以后怕不怕 找到三个真底 或三个王牌 明白吗 三个真底 三个王牌 等同于 三个真底 等同于三级进阶 三个王牌 等同于三级进阶 OK了 只要阳是音 你就进 它 你就可以拿牛股 你就可以拿股票了 好 这是重点 这三个圈圈 我给大家标注在这里 三个真底 三个王牌 它就会形成三级进阶 怎么化线 也和大家讲了 重点是找好黄金柱 找准黄金柱 好 黄金线攻防的核心 是跟着阻力走 金线战法的核心 是黄金线 黄金线既不是用来好看的 也不是用来好玩的 它是以此为杠杠 来撬动市场的 所以它是架住下蹲 与起跳的一拖 如同战场上的战壕和掩体 一拖战壕作战 有攻有防 进退自如 只有踩实了黄金线 才有上攻的跳板 下蹲是为了更好的起跳 跟着阻力走 那么长腿产现的战术 多是使用 依托金线做攻防 打击对手 保护自己 比如这是一个高量柱 同时形成架掌量 的形态 那这就是个什么 架掌量 说折疾作多 那么只要它在后面形成 什么 黄金柱 就会形成竞接 一二三 它是不是黄金柱 它就形成了黄金柱 那么后面再来一个合力 阴阳阳 是不是 那基柱的后山的石底 画出一条黄金线 看到没有 它有没有破过 有没有破过 你只要找到这一根基柱 看到没有 它的基柱后面 阴阳阴 它是不是来找到了黄金呢 找到黄金没有 那它就在这里 就做出了一条攻防线 长腿线 守时 打击对手 保护自己 依托金线 做攻防 踩线 抬头 是不是抬头了 背量单枪过走风 承担一个什么 一二三 它就成为一个黄金柱 但是 它后面的架柱实体较小 阴阳阴 阴阳阳 但是它的架柱实体较小 虽然收盘在了石顶之上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后面的攻防线 就要注意 它的虚黄金线 它的石黄金线 大家看一下 它破过没有 依托战壕作战 是不是依托这个战壕在作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天 没有破攻防 阳盖阴 再次来个背量单枪过走风 形成高亮柱 是不是形成了高亮柱啊 境界抬高 是不是境界抬高了 你看 是不是境界抬高 背量单枪过走风 再注意一下 一二三 它是不是又形成了个过顶起柱 是吧 过顶起柱 过顶起柱 后三日的虚底或实底黄金线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破 没有破 它最后来一招 长腿踩线 是吧 长腿踩线 踩到第二级的黄金线 守石 是不是守住了石 打击对手 保护自己 只有这样的 把你们给洗出去 如果不画好这样的黄金线 你就被盘中洗出去了 他是往下一打 然后收回去 来了一个长腿踩线 长腿踩线只是前奏 抬头即将上攻 下线主守 上线主攻 是不是守住了上线 就开始了主攻 对吧 是不是开始了主攻 涨停板 零号倍量涨停 接着呢 零号板腔 对没有 板后高量 是不是板后的一个高量 接着来这个形态 大家要注意 他是不是架掌量 说高量 不破 是不是架掌量 说高量 不破 上侦察兵 下踩 是不是踩的高量底啊 他是不是 长腿踩线的战术 多次使用 高量 不破 踩线 踩的是高量底 阳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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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高量 顶 是不是过了高量 顶啊 一踩高量底 就过了高量 顶 那生命线被保住了 站稳 十顶 想干什么呢 站稳 十顶 为攻 怎么确认呢 回踩不破 换零号 跳空 大家看到 回踩 不破 零号 腾空 所以 回踩不破 零号 就腾空 画好 黄金线 跟着 阻力走 下蹲 与起跳的 依托 依托 我们的战壕 作战 依托 我们的战壕 一 二 三 飞吧 四 飞吧 这就得 要注意 核心 是跟着 阻力走 好 黄金双线的 攻防原理 黄金双线 就是依托 黄金柱 根据阻力的行为 进行动态的调整 设置的上下 两条黄金线 上线 主攻 下线 主守 形成一个攻守兼备 进退自如的攻防双赢系统 上线是保护自己 下线是打击对手 上线的确认 找到黄金柱 你就找到了上线 下线的确认 根据右侧走势和量价组合 综合研判 黄金上线的确认 黄金上线的攻防原理 黄金上线 上线主攻 下线主防 先时后须 微调找底 阻力定义 好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找到了一根身兼数值的黄金柱 亮学的大洋 涨停板 对吧 板后高亮 是板后高亮 综合结合 那以这根基柱 一二三是不是成了基柱 它就成为了基柱 那么它又是高亮柱 请问一下 我们就以这根后三日的虚底 实底划出 是不是划出了两条黄金线 是不是划出了两条黄金线 OK 它又是高亮不破 接着后综下来看 它是不是依托这根黄金线在做工坊 是不是依托 它的实底黄金线 和虚底黄金线在做工坊 它没有破过 接着呢 你看 长腿踩线 守时机须 它是不是击打了虚底黄金线 它是干什么呢 这是下线主防 守住了上线 上线主攻 看一下 一守住 零号就腾空 它零号就腾空 记住了 这就找准基柱 是基础 是核心 核心是跟着阻力走 如果你不划好这两条线 盘中一打 就吓死了 你看 12.36 金线回踩 接主先登 障停板 过左锋 障停板 过高亮 康桥 是不是康桥啊 它就来了康桥 然后呢 你看 这是大洋的三一位都没有破过 三一位都没有破过 我们刚才说上三一 掌停板的上三一没破过 OK了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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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直到这一天 开板出不出货呀 开板就要出货 先出后观察 好 记住了 黄金双线的攻防原理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上线主攻 下线主防 先时后需 微调找理 阻力 定理 黄金双线的运用 一样的道理 这是一字板 是不是开板了 开板以后是高开低走 阻力被动撤退 可能后事有自救 但是它的量性走弱 是不是要跌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能不能以来 我们自己画一条线 能不能画 不要画线 阻力 定理 那它当它打到了 它平衡的黄金柱 达到它平衡的黄金柱 那么要等待 自平衡的出现 自平衡 阳盖音 王牌键 叫自平衡了 好 你看这里有一个 零号跳空 接着再零号跳空 好 一二三 跳空不补 可以预判它为远帅主 是不是没问题 接着看这个真几 成了 因远帅 一二三 跳空没补 接着一二三 它就可以成帅 一二三 它合力了 就是远帅了 双元脸洞 大家说它有没有自平衡 它就达到了自平衡 借助了这个他人的力量 达到了自己的平衡 形成了一条攻防线 那么有攻防线了 就OK了 一 王牌 第二个王牌是不是抬高了 抬高 真底抬高 王牌抬高 金阶 抬高 真底抬高 王牌抬高 大家看到没有 攻防线 阳盖音 近 零号跳空 来 中大阳 向左看 四围看盘 最近的大阴失灵 说在这里啊 最近的大阴失灵 不能站稳 就要打结 就要跌 量性 手阴线 先走远 金阶确认 伏接点 好 那 长阴短柱 左侧有底拔 次阳 未过而移 来 次阳过而移 急 一进 大家看 最近的大阴失灵 是在这里 最近的大阴失灵 请不要看他了啊 现在 最近的 你你最近的是他 他都没有站稳 叫跌 量性再次走路 他就来了 长腿彩线 看到没有 一二三 他是黄金柱 没有问题 是不是 真底抬高 也没有问题 明白吗 那 一 一二 三 没有问题 黄金柱也没有问题 他跳空音 长腿 彩线 这就是黄金双线 是不是黄金双线啊 你看 这是远帅柱 夏探 他是不是找到了远帅啊 他也找到远帅 远帅说你干什么呀 报告 我打了两条了 上面一直打不动 请问 请元帅同志指示 元帅说 你这样 你把上线先守一下 看能不能守得住 守得住你就个老子公 你看 下线主房 上线 上线主公 这个时候远帅发令了 找到了远帅 这个那只公 是不是公啊 下线主守 上线主公 零号就腾空 板 板 好 这是黄金双线的运用 这是黄金双线运用 好 再来看 黄金十字架 攻防线的设置 第一个 找到走势中的将军 用竖线标注起来 第二 用以将军柱或黄金柱 右侧的最低点 向左侧画水平线 只要其左侧有封顶或石顶 切合该线 并形成左之右撑的形态 就是一个普通的十字架 第三 如果普通十字架的水平线 刚好与将军柱黄金柱的 攻防线 黄金线重合 这就是黄金十字架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十字架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好 那黄金十字架的攻防图例 注意了 这里 黄金十字架形成的左之右撑 激进者在回踩黄金十字架 前提前布局 提前布局 稳健者 等候黄金十字架 右撑杨胜英的时机 好 那么我们就要来找黄金了 这个时候找黄金是注意重要的 大家看 他刹车柱有没有一个将军柱 他只是刹车 我们要等待换档 对吧 那他在此处就有个换档 好 这里点 他要成了黄金柱 换档以后大家注意 金阶要比他太高的 金阶太高 那这里来一看 他成了黄金 接着零号 甲银金阳是不是过得出风 再看出风在哪里 最近的水平方向是不是我们的左风 甲银金阳过出风 千流带涨 它次日出现了一个阳性阴 但是大家看 它是不是缩量回踩来保顶 出来保顶 一二三 阴阴阳 它是不是成为了黄金柱 阴阴阳量性走强 它就成为了一个黄金柱 找到这根黄金柱 找到以后 以右侧最低点 你看向左侧延伸 它就找到了一个左之右侧的要点 右侧是不是与我们的攻防线重合 你看这里是不是与我们的攻防线重合了 积住后三日的虚底黄金线 重合 回踩十字架 是不是回踩了十字架 回踩十字架 踩稳坐实 等候右侧阳盖阴的行情 阳盖阴 背量单枪过了左侧 他阳盖阴了没有 他是不是阳盖阴了 我们激进者可以提前布局 稳健者 等候十字架 右侧阳盖阴的时机 背量单枪过左侧 来零号腾空 再来一个单枪 接着再来看 输量回踩 跳空不补 高亮不破 是不是跳空补空 跳空补空 跳空没有补 背量没有穿 高亮没有破 零号跳空 涨停盘 好 记住了 这是激进者 稳健者要等候 右侧阳盖阴的行情 好 这是黄金十字架的 工房图例 那么黄金十字架的 工房 它的运用 对黄金十字架的 演判 一定要有提前量 要有预测 主力通常坐实 或踩 那个依托 黄金十字架 展开以十字架 为中心的 阳盖阴的上工行情 为提前预测 期后的走势 提供了依据 做到提前布局 在黄金十字架的右侧 等候时机 一旦发现 有坐实 十字架的时候 就可以大胆的介入 黄金十字架 就是起跳板 一旦发现主力 踩住起跳板 只要一抬脚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跟进 我悄悄的来了 那看一下 那怎么呢 你看这一日票 黄金柱 是不是有那个黄金柱 换档黄金柱 那注意 金阶是不是抬高了 一级 二级金阶 当它 背量过左锋 是不是背量过左锋呢 看一下啊 日出东方 背量过左锋 康桥桥 高亮搭桥 康亮过桥 燕归来 高亮搭桥 也就是高亮做到十顶 为进攻线 好 这就叫康亮过了桥 高亮搭了一座桥 康亮过桥 那两个小燕子回踩的时候 你就要以它画出一条线 要提前量 因为它有了两级金阶 提前量 两日确认 两日就可以去 我们提前量 就以右侧的最低点 用个竖线先把它标注起来 只要不破它的虚底 它就是预判黄金线 以右侧的最低点 向左侧延伸 找到左侧一根高亮柱 一个左风的要点 形成左之右侧 是其形态 等候右侧 杨盖英的行情 零号跳空 上不上 零号跳空 杨胜进 假英真阳 过出风 牵牛 带掌 一二三四 四板不开 不走 不见九音 不走 那这里 就是抓牛骨 提前量 一根亮柱 一根亮柱 亮柱会唱歌 亮线会说话 这是黄金实际下的 工坊党运用 要提前量 等候右侧阳胜英 零号跳空 假英真阳 零号跳空 应该直接上 好 三级台阶 三级飞跃 那么 这里就形成一个王牌柱 后面只要不破基柱的石岭 它就会形成一条金阶 那么 再来一个王牌柱 只要三日在其基柱石岭的上方 那以基柱的石岭 再换一条线 它就又形成了二级台阶 那么 在这里再来一个王牌柱 以基柱的石岭 形成 画一条黄金线 它只要 不破金线 就形成了 一 二 三 它就形成了 三级台阶 三级飞跃 那么 濒临城下 蓄势待发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三个跳空 大家想一想 它做这么多炸弹 想炸水呀 它想炸水 它要炸 敌人 对 这是联姻下来 一 二 三 一个炸弹 两个炸弹 三个炸弹 第五 再跳空 请问 硬不应该 和我给大家交过的 背量单枪过阻锋 零号就腾空 零号战法 来了 上 掌停板 高开地走 鹰回马 跳空不补 羊回马 这叫羊回马 这叫三级台阶 三级飞跃 核心 是找好黄仙柱 一 二 三 它叫飞 好 这是三级飞跃的 那么三个真理 三个王牌 三级金阶 真理抬高 金阶足迹 请注意 它形成了一个凹口 突然下线 形成了缩量一倍 接着跳 低开 形成个假 羊 三日 一二三 它形成个黄金柱 那么它不能涨的原因 就是左侧的二一位和司令 那么它就要下来洗盘 它只要洗盘不破击柱 再做一个王牌 OK了 它就要换挡 一二三 跳空不补 真理监元帅 真理抬高 一个真理 两个真理 那么王牌抬高 它就会形成二级金阶 下面 无论它怎么跌 只要不破第二个王牌 它就会形成 加油 那 这就是三个真理 一个真理 两个真理 接着长阴短柱 左侧有底 急阴次阳 过二一 看到没有 零号腾空 一二三 请问 它是不是元帅主 先看能不能成帅 好吧 我们先说它不能成帅吗 那就要注意 跳空没有补 那注意了 零号腾空 一二三 跳空不补 又成了合理的一元帅 那 一二三 又成了合理的 杨元帅 那么 请问 是不是有三个真理 一二三 三个真理 加上 一个王牌 两个王牌 三个王牌 就形成了三个真理 三个王牌 形成三级进阶 那 再来看一下 它 是不是再来一个真理太高 是不是又来那个真理太高 真理太高 坚元帅 那 杨元帅 OK 形成进阶逐步高 第四个 涨 这就是中漫石油 我叫大家 关注中漫石油 能不能成龙头 结果 别人涨了几个板 中漫石油 涨了几个板 那就是因为 它底部建构扎实 三个真理 三个王牌 三级进阶 所以它才能打板 它才能打连板 好 真理太高 进阶逐级向上 一定要找到三个真理 一个真理 两个真理 三个真理 它第四个真理 那 三个王牌 一个王牌 两个王牌 三个王牌 找到 就OK了 好 这是 这个啊 那还有一个 级别张扬 则挨打 含蓄 则大涨 级别 级伏啊 含蓄 平稳上升 不会打结 含蓄 则大涨 比如 这是一级进阶 它很含蓄的 构成了二级进阶 第三级进阶 是不是很含蓄啊 三级就不会挨打 它 是不是很含蓄啊 你看 这很含蓄 境界太高 很含蓄 它就不会挨打 所以 你看 它的台阶足迹太高 然后 然后架筑 身符 足迹太高 明白吗 所以它就不会挨打 单枪 针 顶 探 底 看到没有 回踩黄金线 单枪 零号 单枪 高亮 不破 涨停 接着零号 跳空 再涨停 这就是性龙健康 这就是性龙健康 建构 扎实 所以要大家关注这些强势票是有标准的 不是瞎喊的 这不是说随便说一只股票出来 就OK了 这是性龙健康 所以它很明显看见 红肥绿兽 前景后松 张福金人 是前景后松 柳骨骑 这叫黄金梯 好 一定结束了 好 那么今天晚上的课程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